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香港江苏社团总会会长 2017年9月18日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唐英年出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任期两年 于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升校 这一职位也是首次由非官方人员出任 唐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香港西九文化区正在从筹备规划阶段正式的走向了运营阶段 您作为非官方人士出任这个西九管理局主席这个职位 您觉得您的优势在哪儿 出任这个职务呢 你有何感想 西九文化区对我来讲 实在好像我的小孩子一样 因为第一届的文化区的主席呢 也就是我当政务司司长的时候呢 来担任这个第一届的 所以整个成立跟筹备的阶段呢 是我亲手把它成立起来 然后到立法会呢 去拨款216个1来做整个区域的营运的成本 后来呢 后来呢 因为我离开了政府呢 所以呢 当中呢 有一段时间呢 它是把原来那个蓝图慢慢慢慢地建起来 所以呢 现在呢 我重新回到西九文化区里 就好像有一点像回到老家一样 因为文化区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呢 也发展得非常蓬勃 也就从筹备的阶段呢 到营运的阶段 我们今年年底 戏区中心将会隆重开幕 然后明年呢 我们有一个我们叫黑河的一个表演场地 也会能够上马 到明年年底 当代艺术馆也会能够成立 所以 我们陆陆续续的到2022年 那个时候呢 香港的故宫博物馆 博物馆也会开幕 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是在我对我们香港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的中心的 我是充满信心的 我相信我们是将会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到金融业 然后下一个阶段呢 就是在文化艺术这个方面呢 能够跟伦敦跟纽约相比的 我们都知道港珠澳大桥呢 与今年元旦正式通车 那么广深港高铁呢 也将会在第三季度正式通车 这将会为这个两地66万跨境的乘客带来很大的便利 您觉得这将会为香港带来哪些最直观的变化呢 我相信我们首先呢 有了一地两检 能够在香港做了一地两检以后呢 就对整个国内地两万两千公里的高铁网络 四通八达呢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我自己在内地要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呢 我也经常会坐高铁 因为坐高铁实在很方便嘛 我最近在上海做复兴号 到了北京去四个多小时已经到 在飞机上面也可以吃一个午餐 休息一下 看看文件 实在很好 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有很多我们内地同胞们 他们会从高铁网络到细节文化区来的 虽然唐一年出生在香港 但对于家乡无锡认同感特别强 履历表上从来都是填写祖籍江苏无锡 也常跟别人说自己是无锡人 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在唐一年的带领下 于2015年成立 是一个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致力于维护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 积极推动香港与江苏两地交流合作的 爱国爱港爱乡的社团组织 唐先生总集是无锡 那么家乡无锡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经常挂在口边 我主折是江苏无锡人 虽然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 我的普通话也说得很普通 经常有很多香港口音的 但是呢对我来讲呢我的家乡还是无锡 无锡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江南城市 湖光瘦利 而且呢遍野都是很原始的一种路野的一种风味了 然后呢有很多家乡美食 比如小龙帮那些呢实在在无锡是做得特别好的 但是呢对我来讲呢我最关心也是最早眼的 也是我们无锡的经济发展发展得非常好 而且无锡的周边呢也是非常宜居 他们的楼房呢也没有香港那么贵 所以呢在多方面呢我还是非常热爱家乡 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有很多同胞们在香港 都经常到内地去 我也鼓励他们呢多要到无锡来走一走 来看一看对他们来讲 希望他们对无锡也有好像我的那一种热爱吧 2015年开始您牵头在香港成立了 香港江苏社团总会 志在加强在港的江苏人和家乡之间的 经贸文化情感方面的交流 那么这样一种交流具体是怎么实现呢 在推进的过程当中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在这个成立的过程当中呢 我是深深感受到有多少 很多很多江苏同胞们他们是非常热爱家乡 这个相议是非常浓的 就是那个相情这那么浓呢 所以大家是种植层层 团结一起共同努力来成立这个总会 总会成立得很快 而且呢发展也非常快 我们从成立到有了永久的会址 会址开幕了 前后呢也只不过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快 这个也就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江苏同胞们 他们种植层层 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深深感受到他们的相情是非常浓的 第二方面呢 开展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能够在经贸文化创意产业各方面来促进双方的了解 来促进双方的关系 拉拢双方的情怀的 尤其在青年们 因为年轻人呢 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香港长大 或许有很多年轻人在内地在江苏的年轻人 他们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活动来互相交流呢 所以我们办不少 我们有很多访问的活动 就是促进双方面的沟通 促进双方面的了解 能够加强双方面的合作的 回过二十余年 香港经济在震荡中显示出特有的韧性 年轻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发达经济体 在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荐的大背景下 香港作为中国与全球连接点的地利优势更为明显 并将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几年香港在金融领域和内地的交融和互通是越来越强 再加上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香港和内地的拥抱是越来越紧的 您怎么看待这种大趋势 香港是有一些特别的优势的 我们有一国两制方针的优势 我们在一个伟大的祖国下 有一个两制的特殊地位 我们在过去的也是发展服务业 专业服务跟金融业也发展得很好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一个航运贸易的中心 这个也是我们备考祖国 面向世界的一个特殊的地位 展望未来 我还是觉得我们进一步地发挥我们现有的优势 但是我们必须要在眼光看得再远一点 就是看香港下一个发展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建立在我们金融贸易的平台上面 我们能够再进一步地发展文化艺术 就好像伦敦跟纽约一样 伦敦跟纽约本来只是一个港口 从港口到制造业 制造业到服务业 服务业到金融业 到今天伦敦跟纽约 他们都是一个文化艺术的中心 我相信整个亚洲最有条件成为下一个伦敦纽约的就是香港 所以我认为我们下一个台阶也就是在文化艺术方面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干金融啊 我们不干贸易 伦敦跟纽约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 也是贸易中心 但是我们能够加文化艺术这个元素的 这个能够就是升上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呢 对我们广大香港跟祖国的同胞们来讲 也是多一个多一个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 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发达的金融中心 便利的购物环境 还有深度发达的这个通信网络等等等等 但是有种说法说 香港会因为它的经济的成熟性 而成为了它自身的一个绊脚石 您是否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 香港会因为它的成熟性 而限制了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认为呢 香港是一个发达经济 不是一个发展中经济 这跟我们祖国不同 祖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 而且跟没有到香港这个发达经济的一种阶段 发达经济呢 当然有发达经济的好处了 就是更加规范 监管机构是更加的 跟国际结果各方面的优势是有的 但是呢 同时呢 在发展中经济呢 机会当然是比香港更多了 所以好像在资讯科技方面 在网络经济 香港实在是发展的比较慢 尤其在我们叫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这一方面 香港实在发展的也是比较慢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我认为呢 这个一部分呢 就是内地人呢 因为很多在 尤其在深圳啦上海 他们还是一种发展 发展经济的一种心态 所以愿意做一种 可能风险比较高的尝试 我们的监管机构呢 可能管得比较规范比较严呢 所以很多方面呢 不容易从这一方面发展 但是呢 我还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 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呢 现在的政府 他们经常挂在口边 就是怎么样能够透过创新 来发展未来 我相信我们未来在这一方面 应该还是发展 还是很有潜力的 您对2018年的整体经济 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下一代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样的厚望和寄予 总的还是乐观 审慎乐观 去年的经济呢 当然是可以说是非常乐观 各方面呢 都是都发展得很好 但是呢实在于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很多潜在危机的 无论是世界上 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 英国脱离欧盟 美国总统在北韩 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 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忧虑 但是总的来讲呢 我相信呢 我们整个亚洲亚太区 在我们祖国的一带一路领导下 我还是觉得 是值得我们乐观的 方式亚太区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